好,我们镜头转到台中 来看到的是查获了一起传播妹在汽车旅馆陪客人伴毒趴的案件 这名28岁的传播妹因为她自己一个人要抚养7岁的小孩 白天她当的是李医师,月龄2万多觉得不够 坚持当起了传播妹小姐 汽车旅馆开趴,警方破门而入 毒品来不及收,散落在桌上地上 身材火辣的传播小姐穿着热裤,个个年轻貌美 但是其中竟然有人是名李医师 传播妹嘛,传播妹 她有一两位,有一两位她好像是 还在读书啦,在大学 是李医师,也是传播妹这名28岁的李姓李医师 晚上在汽车旅馆兼差陪客人狂欢 不过白天正值工作反差却很大 李医师要陪王者走完人生最后的路 陪死人也陪活人,为了工作去没时间陪儿子 连幼稚园的毕业典礼都没能出席 我们进去的时候整间的话,那个状况 就是烟雾弥漫 他们抽烟啦,抽那个KM啊 还有这个就是在 包下120瓶的汽车旅馆 独虫开趴,找来打扮入食的传播小姐住信 一个人带7岁儿 这名传播小姐才刚考到李医师执照 一个月2万多的月薪不够 只能为子兼差,分是两个角色 但独趴违法,即使自责 还是在面临法律制裁 正讯联兵李慈贤,台中报道